所以我早就说了 世博会早就该在咱们中国开了 他就是不开 咱们也早就是世博会了 他在上海那个只是一个世博会的 我觉得微索景区 其实真的 整个中国 整个现在中国大地早就是世博会了 这个丹麦馆 美国馆 托斯卡尼尼 普罗旺斯 他都是啊 甚至我就刚才给你讲 那个顺义普尼亚 为什么叫顺义普尼亚 他们我有朋友在那买房子 你知道吗 而且有些就是有钱人的孩子 在那上那个美国学校 真的就是那种国际学校 美国学校 他们说那都是大金牙的孩子 然后但是呢 很有意思 就是在这个小镇呢 像搭起了一个美国景区 因为什么呢 就在你们家后墙根 你往外一走就是无银的荒野 但是往这个接接接铺里头 完全的美国 完全是出卖兽一样吧 就是啊 就是啊 就板墙外边就是 就是玉米地啊 不过这里面 我觉得这种荒凉的语言选择 还真的是包括语言上的选择 文字上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去参加那种座谈会啊 学术会议啊 什么 有没有注意到每次这种会 这种座谈会 文化沙龙什么 记者采访到主持人介绍 他们一定要形容 今天这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盛宴这词现在爱用 对不对 然后以前就说某某某 他华丽的转身 没错 哎呀 他们三个月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没错 没错 就我就觉得奇怪 虽然我们没有别的词儿了吧 没错 这真的是贫乏到教的一个地步 语言是一个另外思想的整个焦虑 整个情绪也是很不拒绝的 你讲到说开国际会议啊 一定有那些语言的 我令我想到 我注意到啊 去香港也好 内地也好 几乎所有的艺术展览 比方说画展啊 特别在香港 艺术家来剪彩嘛 来致辞嘛 通常都一定有几句开场白的 我们早就知道搞 艺术的人一定不会发达的 我们一定要挨饿的 可是我们就坚持这个那个 文化八重 作为艺术家 把艺术家一定会有吃不饱的焦虑 明明你现在家财几一的了 你骂一张画几千万的人 他的开场白还是要这样讲 我们艺术家是吃不饱的行当 我们艺术家是不是挨饿的 因为我们过去吃太多 现在在揭示 不过没关系 我觉得 我曾经有段时间 我也觉得很困惑 就是我看到中国到处盖的 这些楼房很大 很富力堂皇 你说到些什么新开发区 我看那些楼 哎呀样子那么丑 这个地方那么难看 还没什么树 几十年后会变什么样呢 那后来我就想啊 几十年后我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为什么因为这些楼房的寿命 大概都会很短很短 我最近碰到一个年轻人 他跟我说他在上海 什么地方租房子 我说你住那个便宜吗 他说够便宜 因为那个地方都是旧房子 我说是吗 那地方有旧房子吗 什么什么事 上设计九十年代末 我说啊 那就旧房子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 他真的是可以很快塌 因为你很快那个墙就开始裂 然后漏水 就怎么补都补不好 所以现在这些新盖的这些什么白宫啊 什么我们不用为他担心 就本来你以为好像会祸以子孙 哎呀 以后千年 这我们子孙看到这个 觉得我们这个年代多美品味 不会的 因为他很快就会垮 我们唯一要担心的是 将来是不是中国就废墟处处 就是所以你看 这个未来中国的图景啊 我们就是很难想象 因为呢 他很多旧的东西都拆了 拆了以后呢 他盖起来的啊 又是一些这个东西 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啊 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我是听这个陈南青说的 就陈南青老师说的 就是说呢 他说乌镇这个地方 你们去过没有 去过去过 乌镇 就是说陈南青特喜欢的那个 沐昕 沐昕先生 对沐昕先生 就住在那 他说呀 他说呀 他说这个我最早去这个乌镇的时候啊 他说我是有一个观感 觉得呢 这像横电 就是像那个电视剧拍片的那个片场 可是呢 他们也修得很认真 这种江南小镇 他修得很认真 他很认真 那么他说 我当时觉得呢 是就不就是像个电视剧片场一样的东西吗 他说但是啊 过了很多年 他最近我又去 他说我得到一个很奇怪的印象 他说你知道吗 这些年下来 风吹雨淋呢 他也有了皮壳了 你明白皮壳是本来欣赏古董 就说这个表面呢 咱就说比如说青铜器 这个斑斑的这个袖 他们叫包浆啊 叫皮壳啊 他们有些土老帽就 给给给给给 漆器上面的 就给磨的正名化量的 就就毁了嘛 他就指的 他说你说这些白色的墙啊 这些这些瓦呀 他在经历短短这些年来的这个这个浸染以后啊 哎 他至少这个皮壳 这个包浆啊 有这么一种感觉 你也不能说他是不美的 人呢 徜徉在其间 所以这东西将来是不是也是一种 今天留下来的 我觉得不太一样啊 为什么 因为乌镇的情况 乌镇首先他整个规划管理 其实是做的挺不错 当初是同济大学 他们一帮学者去帮忙弄的嘛 而且就算是当年那个很像片场的那个乌镇啊 嗯 其实也很有这个烟火气了 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也有这个感觉跟陈南青很像 觉得好像去了一个横店的营厂似的 但是走着走着好奇怪 就忽然就看到有人是在江边那个房子啊 嗯 他那种江南小镇那个房子是这样吗 一边是靠江一边靠里头的街巷 嗯 他两边窗一打开 这个空气就对流 嗯 然后我这边一个伸头进去偷瞧人家家里头 看到几边老人坐在那正在聊天喝瓜子 那看到我瞧他们就叫我进去坐进去坐 然后跟着我就真的进去坐 跟他们在那喝茶吃瓜子聊天 我就感觉到这怎么都不是住在片场的人 你知道啊 对我想你再说的 唯一一个比较诡异的地方就是这里没人 因为他还是个旅游的一个 是吗 但我去的时候有人 真有人住 有人住吗 就是有人住 我去的整条街 晚上有人住吗 晚上有 晚上有 所以啊 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友好的 也有典范 但是我我跟你讲 我还我还跟你讲另一种情况 乌镇呢 这就算是好的了 甚至包括华西村 我跟你说 我现在都能接受了今日中国了 就是不管怎么说啊 是有钱了 是真富了 对吧 再炫富再什么 是真富了 过去农民饿死人呢 对吗 那么现在想起来是好了 但是问题在于 你能达到像华西村这个富裕成都的中国农村 可以没没多少啊 很多 你知道反而是 我也是听这个这个画家到乡下去写声啊 他期望看到的是想去画画乡村吗 对吧 他看到的中国很多地方的乡村 那是一片凋敝 对 凋敝荒凉 所谓的什么乡土田园 早已不复存在 那就是个垃圾墩 垃圾厂 垃圾厂 然后你去看什么人 那那华西村还有个天安门呢 那那有什么 那就是什么都没有 老房子也没有了 新房子呢 也就是大片平整的 那个开发商 老人跟小孩 然后呢 就是老人小孩 就是然后青少年 就都到城里去 出去打工 就说农民找不着 我那天还说 我说是大陆女性 找不着自己的范儿 其实现在我觉得中国农民啊 找不着自己的范儿 该怎么做农民 农民是什么样 他们啊 蒙人世俗 咱们这一天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人生有很多目的 每一次出发 都是新鸣的旅行 唯有专业保障 方能享受路途 天平保险 自在出行 创业是信念 是旅程碑 是向前 是楼兰 Murano 楼兰 汉室佳林 东风日产 楼兰 农屏 莫及莫透 就用三星牌三晶片 45瓦 能做什么 隔离一赫兹 并平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 只需45瓦 让杰明舒适 一路领先 隔离掌握核心科技 这我现在请教你们 我是真不知道农民 未来的农民 他该是个什么生活呢 我想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一开始是从农村开始 对 但现在后来慢慢慢慢 他们整个格局 就是完全往城市倾斜 所以建国以来 就已经是 对不对 建国以来 要不然怎么会有大饥荒呢 大饥荒是城市 没多少人 对不对 从来就像城市倾斜 那只不过到今天 这个城市倾斜的政策 已经跟实际的市场的 这个利益结合起来了 那所以整个农村就凋敝掉 所以我们已经没有人 再知道农村应该是什么样 也许将来会不会出现 像美国式的那种大农场 美国农民怎么过日子的 美国其实农民很舒服的 他一般都是大农场 然后他们有一些是一些公司 就算不是公司 他也是一个比较有钱的地主 然后他会请一些人帮他打工 就像有公司一样 只不过他经营的是农产品 那美国有这个法律 比较能够保障他们基本的收入 那你可以用这个真的靠种地来维生 等于美国政府补贴 等于美国农民全是地主 能等什么 几乎都是地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